各的特色不一樣 因為我相信在嘉義人裡面 心中都有一個鴨肉梗 加完醬之後就會變成雌輪 然後裡面的肉的味道 就會被帶出來 然後它好像又成物飛揚 成物是白白的分 我覺得它的豆味超級重 非常非常入味的豆花 看起來其實還蠻好吃的啦 它有湯頭好喝耶 你知道綠豆是哪裡人嗎 嘉義人 謝謝 我們今天就是來到嘉義 你答對了 非常好 這太簡單了啦 今天我們來到嘉義呢 我們要來找一下嘉義的銅板美食 沒錯 而且我們現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一個非常在地的地方 我們在九天宮的前面 因為我們第一家非常非常厲害 就是鴨肉梗 因為來到嘉義啊 我覺得鴨肉梗算是一個必吃的東西 對 每一家鴨肉梗呢 它的味道都非常非常的獨特 就是跟我們彰化的烤肉梗一樣 所以我覺得來這裡一定要吃吃看 在地人推薦鴨肉梗 而且呢我今天有準備了很多銅板美食 我們今天呢 全部去給它搜刮起來 要不要再來算一下 我們今天會花多少錢 如果一個人的話 我抓個300 上次我們去台南 一人花不到200 我們今天在嘉義 因為池比較多間 我多抓100塊 好喔 合理吧 可以 走吧 第一家我們來到了 九天宮 月梅鴨肉梗 這一家店呢 其實我在網路查 大家瘋狂推薦它 而且呢 人家都說 其實啊 如果它可以內用的時候 然後真的是大排長榮 都要按照它的SOP去點餐 那現在還是沒有提供內用 那外帶的話呢 它都是提供塑膠袋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用這個盒子裝 要記得自己帶 我們剛剛在點餐的時候 還真的看到它有很多SOP耶 看得出來它平常真的很忙 然後它是在廟的前面 那廟前面其實有一個停車場可以停 如果大家來開車的話也不用怕 那我點的這一碗呢 叫做鴨肉梗麵 那這樣子小碗的45塊錢 我覺得海邊的鴨肉 真的是超級多塊 我剛才已經吃了一半去了 到現在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鴨肉 而且它都是大塊的耶 那一定要加它的辣粉 它辣粉下去的話 我覺得那個層次感完全不同 而且它的辣 我覺得是一般人都還滿可以接受的 因為我們一開始加那個辣 我們加了半包 發現好像沒味道 然後直接整包給關了耶 對 就是在台中吃鴨肉梗 跟來嘉義吃的感覺完全不同 我覺得在嘉義吃的 那種鍋氣 那種甜味很重耶 甜味比較明顯比較出色這樣子 這家就是甜大於鍋氣 我們在北港吃的就是鍋氣大於甜 對對對 各的特色不一樣 因為我相信在嘉義人裡面 心中都有一個鴨肉梗 對 沒錯 跟那個彰化人一定會有一個肉圓的感覺一樣 而且啊你們看它的麵 是屬於比較細的口感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耶 因為我以前有吃過那種 類似像羊肉梗麵 它的麵就會再粗一點點 就黃色的 我覺得那種麵的話 吃起來會覺得 你的糖會一直被吸乾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麵是我非常喜歡 就是很順口 就想要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吸 然後它的肉就吃起來不會乾柴 但是卻很多塊真的是很加分 很喜歡喝這種羹湯的湯類 因為它的味道一定會很滑 然後重重的這樣 嗯... 勾芡感我覺得不會說太過 但是也不會說非常的稀 然後喝起來我覺得 它的這個甜味真的是很甜 然後它那個辣度 我覺得剛剛好 就會把它的甜度再稍微降下來一點點 所以大家真的記得一定要加辣 我覺得這樣子整個吃很開心耶 那你整包辣加下去還會很辣嗎 我自己覺得不會辣啊 哈哈哈哈 我吃一口看看 因為我在台中吃也是會一直狂加辣粉 就怎麼加都還是一樣 差不多這個等級 哈哈哈哈 然後他們這已經厲害到已經有出宅配了 喔真的假的 對 所以我覺得還一直有在做更新 我真的覺得還蠻厲害 所以呢我覺得以這家45塊錢的銅板價格 來跟大家做分享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開始 我們現在來到了城市姐妹蒸餃 我們現在已經吃到剩下三顆了 自從我上次吃完鼎泰坊之後啊 大家都教我說一定要加僵屍 我現在就是只要有蒸餃 先加醬油再加醬汁 然後一口塞 欸其實我們很少吃蒸餃耶 我們當時都日去吃湯包啊 小籠包啊什麼的 很難得會吃到的東西 因為這家實在是生意太好了 而且這家的蒸餃我覺得 它口感蠻多 有高麗菜 然後跟韭菜跟豬肉 它是三個合在一起的 你一次吃進去 你就可以吃到三種口感還不錯 而且我覺得它一定要加醬了 我第一次吃我沒有加醬 我就覺得好像有點乾乾的 加完醬之後就會變得濕潤 然後裡面的肉的味道就被帶出來 然後他們這邊都是手工餡包的 就是我們現在的 我的正對面 就是一堆的在包 然後你們看它的大小都不太一樣 不過我覺得這很棒 這是特色 我們這樣子一籠45塊錢 真的是銅板價耶 然後我們還要點他們的酸辣湯 酸辣湯也是他們這裡的招牌 剛來的時候就先點一籠蒸餃 那我們走進來發現 這裡每一個人的桌上都一碗酸辣湯 好像都來了不吃又怪怪的 幸好我們有點 因為我剛才喝起來 我真的覺得很濃 而且它裡面的料給了好多喔 你看這綠色是一般看不到的 那個好像是蔥段 重點是它的味道呢喝起來我覺得是比較甜酸 然後胡椒味是比較重一點點 他們在那個門口控的酸辣湯一大鍋 一直控一直控的 一定很香啊 剛剛有沒有想說要拿號碼牌 他說拜託你先不要拿 裡面客滿了 好笑的 現在也真的是下午兩點的時間了 來這麼多人 真的是有他一定的實力 對 我覺得這兩個色的加起來很滿足 對 這可給你 不然每次大家都說我都幫你吃光了 真的耶 你終於良心發現了 不是啊 大家要想一下 你看我剛拍的時候剩三顆 我們想要給你解釋耶 下一間我們來到了大球咖 這家店是我期待很久了 因為我最喜歡吃粉圓冰的 而且我看到本人 然後你說那個伯伯是本人嗎 對對對 很可愛耶 通常這種在樹下的店 沒有一家不厲害的 通常在彰化就有這種樹下的 控肉飯 樹下的烤玉米 都很猛 我們今天點的是中和口味的 裡面呢可以選擇四種料 我們現在在場真的超級熱 然後很多人 然後裡面啊我有加豆花 豆花你覺得好吃嗎 我覺得它的豆味超級重 非常非常入味的豆花耶 這麼誇讚喔 而且它的豆花不是那種很Q彈的 就是它沒有那種感覺 再來我還有加昏桂 它的昏桂其實我也覺得還滿好吃的喔 真的喔 是屬於嫩的 它也不是像果凍感脆脆的感覺 然後它是不是冰可以一直加啊 我可以 它真的很適合我這種人 因為我超級愛吃冰 這樣你就不用怕那個冰沙融化耶 對 我這裡還有小小的碎冰 這就是我最喜歡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甜度沒有到特別高 你要把它所有的料盒在一起才會有味道 那它這裡啊還有賣原味的粉圓冰 就是粉圓然後加冰 感覺原味的那種就很適合夏天來 然後狂加冰一直在這裡耗 看太陽先下上還是我冰先吃完 整體而言就是一個非常復古 因為它現在就是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是在樹下 所以呢有樹下感覺就是一個很厲害的照散的感覺 欸這家不是叫阿琴伯嗎 對 我們是不是很好運見到它在現場 對 這裡有它造年時候的照片 然後現在是它的現在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整個對比起來很有故事 真的 可以嘉賓嗎 謝謝 你看我剛才去嘉賓了 我又是一個完好的開始 喔你剛說什麼嘉賓嗎 感謝你特別 又要被卡了 你看我加完冰之後 我又再加上它原本的粉圓 這樣子合起來又是全新的一碗 真的很讚 欸但我發現它如果一直加冰 是不是會越來越淡 喔也是 我剛發現這個Bug 其實我們這裡本來是沒有要拍的 只是我們想到說它可以加冰 然後又變新的一碗 想到很有特色 我就很開心 整個眼睛都亮了 對因為我們剛拍完就沒了 欸你有吃過新港魚嗎 No 我也沒有吃過 但人家說來到新港就要吃新港 然後它這家店啦 是從清光旭17年 就是西元1891年 清光旭是清朝 所以大家還要綁辮子耶 啊哈哈哈哈 這這是重點嗎 清港魚跟水果椅擦在哪裡啊 這個是麥芽 然後花生麵粉上面做 那這個是糯米跟麥芽 所以口感是不太一樣的 這家新港魚呢 它真的是百年老店 它從清朝就有了 真的很強耶 它已經第五代了 吃吃看 那我們剛才有非常多種口味 最後呢我們選擇新港魚 就是它本身的名字這樣子 你看起來是軟的對不對 對 它是有點硬度的 我剛才摸的時候 它外層是軟的沒錯 跟你想像的不一樣對不對 好像又變有點硬了 那這個味道吃起來就是 花生麥芽糖 它花生味比較重 但它沒有麥芽糖那麼黏 不過它是用麥芽做的沒錯 我很好奇 為什麼你剛才最後不選水果的 因為想說來到新港了 吃一下招牌 新港魚 所以如果綜合水果 它的名字叫做新港魚 你就會選那個 綜合新港水果魚 我就會點那個 所以就是名字的問題就對了 跟我以前吃過的 花生糖的味道不太一樣 因為它外面那層有點太重了 所以吃起來很妙 的確是還蠻香的 但是它裡面非常的黏 所以你牙齒會有點被黏住的感覺 我知道了 它有點像是花生口味的 然後它有像是成物飛揚 全部都是白白的 不過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來到當地吃他們當地的食物 我覺得這樣子真的很棒 在外面其實還蠻難走的 到這種口味的湯果 最近只有這裡有耶 傻傻的 新港魚耶 我們剛剛查一下 想說為什麼它要叫老鼠糖 結果沒想到它是 長得很像老鼠的樣子 就是它的樣子 因為它是用麥芽糖 跟一些米合在一起的 頭尖尖 然後尾巴大大的 所以那時候就有點像是小老鼠 所以這個糖就成為老鼠糖 那後來是因為老鼠糖這個東西 好像聽起來不太好 所以就改名叫做雙人潤 或者是雙膏潤這樣子 後來又變成我們現在的新港魚 然後我們查有資料 它有寫說 因為新港這裡有一條老爵 是給媽祖在照顧的 那這上面會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新玩意 就是潮流的東西 那這個老鼠糖 在當時就是其中一個 知道它的故事在吃 會覺得更有感覺 對而且說真的還蠻像老鼠的 不過我覺得它是越吃越好吃 對啊我剛剛吃完一個 我在吃第二個的時候 我第二個沾下面的那個粉 加粉很好吃 然後這樣子是90塊錢一包 我覺得還不錯 好 出發下一家 走吧 蔥油餅 這個餅皮我可以 你可能會覺得很硬 我先跟你講 它吃起來不像蔥油餅對不對 它炸的時間好像有點久對不對 因為吃起來是真的有點便宜 這種硬度是還可以接受的 但是有點甜妳有發現嗎 對它裡面有加一個甜甜的醬 然後還有它加了辣椒 它的辣椒有辣 真的假的 喔那我剛剛沒吃到辣椒 嗯 可是它的辣是我還蠻喜歡的 它的蔥油餅不太會有什麼 喔這個吃起來怎麼那麼辣 我第一次有這種形容詞 然後它裡面有刷 大概兩三種醬 我們剛剛在旁邊看 而且它裡面很特別 還有加小黃瓜 第一次吃到加小黃瓜的 對然後它還有另外加蔥上去 它是額外放的 妳有咬到蛋了嗎 還沒了 我覺得妳要咬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好 我很怕跟花蓮一樣爆出來 它這個蛋它也是半熟蛋喔 它剛剛在做的時候啊 它是餅皮先炸好 然後蛋再另外炸 所以它兩個東西不是一起做的 沒錯 它是最後再把它合起來 嗯 像餅乾一樣 怎麼看 然後我們剛剛看到後面 有類似學生的客人 哦流出來了 好吃 加蛋就厲害了齁 而且你看我剛剛說 它蔥是另外放的 它就放在這裡面 然後還有加那個小黃瓜 第一次吃到蔥的餅裡面 會加小黃瓜耶 它這樣子吃起來會比較清爽的感覺 會讓妳變得有點像是 漢堡裡面加小黃瓜的作用 因為可能大家在看影片的同時 會覺得 什麼蔥刀餅加小黃瓜 可能會覺得怪怪的 不過妳用漢堡這個解釋 我覺得我就可以接受 如果我是看影片的人 它裡面的醬 我真的覺得還蠻推薦的 甜甜的醬 但是又搭配上它的那個辣椒 所以會有一種 也是雙醬感 喔這家我覺得是還不錯的耶 下次來加義拉拉肥來吃吃飯 真的可以來耶 下次吃雙蛋看看好不好 可以可以 而且它那裡還有那個 皮蛋口味的然後還有玉米口味 還可以加起司 就是各式各樣可以讓人家 那我們今天這樣 喔咦 它這邊是燙的 下面是冰的 我剛才要拿著拍照的時候 我快被燙死耶 它上面那一層真的超燙 然後下面是冰塊這樣子 好特別喔 然後人家說這有點算是來民雄必吃的 然後我點的是中和的 它裡面有芋圓還有粉圓 對它的能量好多喔 蛤你給它剉開了 沒有沒有我只是讓那個肉的往下沉一點 看起來其實還蠻好吃的啦 那湯頭好喝耶 人家說好像有點偏甜 你自己吃起來咧 這就是古早味糖水 然後它的那個粉圓是比較爛的那種粉圓 它其實那裡還有提示說 建議大家也可以去豆 但是我現在有個問題 我要怎麼吃到那個豆子 就是吃到下面一點點吧 那我剛才的那個價格呢是35塊錢一杯 中和的這樣子 它的芋圓的那個彈性好好喔 喔 我想要吃一口可以嗎 哈哈哈 我剛才看它熱不熱的地方看起來很好吃耶 真的偏甜耶 偏甜對不對 然後那個粉圓是爛的喔 嗯 而且它的芋圓也是偏爛的 喔 我真的不得不說 很難在中部吃到的 因為中部不會加那麼甜 剛好這種湯頭我覺得越甜越好吃 但是我覺得它的芋圓本身也沒有甜度 就是那個番薯圓跟芋圓沒有味道 它的那個彈性是有的 對 它是有彈性 還是因為它整杯太甜 所以我們吃那個沒味道 就是它的芋圓 它的外層它是屬於軟軟爛爛爛的 但是它其實咬到它的內心 它又是有一點點彈度的 真的耶 你覺得這樣子整體而言 你會調甜度嗎 因為我剛還是沒有調甜度的 我覺得這樣可以 我看網絡上的大家他們都說 建議可以調成微糖 或是少糖這樣 所以我們算是正常嘛 我覺得正常可以 大家可以先喝正常看看 下次買覺得太甜的話 你再做調整嘛 反正你的豆挖起來的話 那個糖就被洗濕掉 因為豆本身它不太甜 那我們這樣子一杯呢 綜合的是35塊錢 銅板價我覺得還滿便宜的耶 我覺得35塊錢的CP是很高 因為它的料真的超級多 那一樣跟大家稍微快速統整 一下我們今天吃的內容 沒問題 第一家我們吃的是 九天宮月梅鴨肉羹 滿甜的 我會喜歡 而且我覺得它的國氣 雖然沒有到特別的重 不過我覺得其實還滿剛好的 然後還夾辣 那如果它現場會有很多人的話 大家要稍等一下 要按照它的SLP去做筆查 再來是城市姐妹蒸餃 好吃耶 因為它最後是三個口味 加在同一個增膠裡面 然後一定要點酸辣湯 對我覺得它的酸辣湯 其實還滿加分的耶 再來是大樹角阿青薄粉圓 那家我覺得跟我們現在吃的這家比 實話那家是贏在那個賓客一直加 然後我覺得那家的豆花非常好吃 喔所以大家可以去吃吃看那個豆花 再來呢就是百年老店新港儀 那個的話我會當作伴手禮來買 只要有來到新港附近的話 我可能就只能帶一兩包 而且還可以跟他們說為什麼叫做新港儀 就是可以講一些他們的故事 這樣就還不錯 再來呢就是圍仔炸蛋蔥油餅 炸炸酸餅的皮我到現在還是很想再回去買一塊 我們剛才兩個直接秒殺 那個真的是靜下心來 然後有雙蛋 雙蛋一定要加 我們下次要真的要點雙蛋 我們就是比較笨 因為我們本來說要加蛋了 然後那個老闆就跟我們說 應該原本就有蛋喔 我們想說那應該夠了 欸就不夠 我覺得那個有點算是我今天的MVP耶 好再來就是我們的民雄造季偶儀 等一下喔 這個請你們去 真的嗎 我愛一個炒的雞排給你們吃 謝謝 探烤雞排 對 謝謝 我們收到我們人生是我們的雞排 來這家叫做廟口探烤雞排 謝謝 完全沒有想到 對 這真的造季偶儀我覺得甜度剛好 然後偶儀的味道 你們要等它融化再吃 比較吃得出它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它CP值還蠻高的 很高我到現在還沒吃完我狂挖耶 這樣35塊錢 那接下來呢就是我們的雞排 感謝它 謝謝 最後呢有個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沒有要分享耶 好啦它現在呢有個試吃嘉義的活動 2022年的嘉義獻美食開張了 美食影片競賽即將熱烈展開 我跟你們說這次主辦單位非常厲害 它除了有什麼人氣王獎啊 很多獎項之外呢 它的總金額 獎金的金額喔 高達15萬元 第一名我記得就5萬了 對 超有興趣的 而且這次報名的格式非常簡單 你只要是一個畫面清晰的影片就可以 它沒有管你用什麼拍 你用手機拍也可以 嗯 然後在影片的角落放上主題LOGO 之後呢上傳YouTube不公開 把網址拿去報名就可以了 對耶這樣很方便耶 非常簡單 欸你只要來這裡吃美食 想要當YouTuber 想要拍影片練習的 就拿去報名 對啊 好不定你就中獎了 你可以吃美食還可以拍影片還可以試試看 沒錯 我覺得這樣真的超級棒的耶 等那個時間過後我再發布這支影片 然後我先去報名 嘿嘿嘿 然後我先得5萬塊是嗎 對 也不一定會得的時候你很強耶 對啊 你以為你是誰啊 對啊我可能參加一個那個參與獎就可以了 反正呢我覺得我今天來到嘉義縣吃美食 真的超級開心 對 而且我們這全部都是同版小吃 超級滿意的 還有遇到熱情的人生 登登 看烤雞排 廟口的 注意是這個廟 沒問題沒問題 謝謝 掰掰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